王后悔了 开什么玩笑啊 在陆云挤的窜斗下 皇后以下照例 傅柔必须入宫 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皇后 我要娶儒儿 站住 皇后刚下令让她进宫 你就说要娶她 你这是娶妻吗 你这是和皇后斗气 万一惹怒了阿娘 非但不成全你们 还现场止婚 你是接受啊 还是抗令 至于傅柔 下场就更不用说了 好一点她关在深宫里面 永不见天日 这差一点的 你自己想吧 楚慕 你千万不要冲动 你不为自己想想 你得为鲁国功夫想想吧 得为你姐姐想想吧 得为傅柔想想吧 那我和柔儿是不是就没有指望了 你想什么呢 傅柔进宫 又不是当妃嫔 辞职就是个女官 侍奉个三五年 讨个恩典就出来了嘛 三五年 你姐夫她会在宫中打点的 会让她尽快出来 娘也总嫌傅柔是个商户之女 如果傅柔真的做了女官 这身份就上去了 日后也好在鲁国功夫 站住脚 弟弟 你不要操之过急 为了傅柔的将来想想 弟弟 其中厉害 你可要想清楚了 王母娘娘 为什么要在牛郎和之女中间 画一条银河呢 也许刻骨铭心的感情 就是需要精力考验吧 就像牛郎和之女 梁山伯与朱烟台那样 如果可以画蝶就好了 飞到大海尽头 天天吃点花粉 再拂几条毛毛虫 你这个人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样的话 什么时候经过我 皇后的诏令 明天回家见一见爹娘 护天就要进宫了 老二 答应我先是 什么 宫里忧惑这么多 你可不要把我忘了 怎么可能 又再唬颜乱音 要是可以一直这样 对你唬颜乱音 几天 几月几年几十年 大概多好 楚慕 我们回屋去吧 好嘞 楚慕 你 该回去了 我今晚留下来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会对你一万分尊重 我是想多看看你 我怕你进宫之后 想再见你就变难了 我可不可以 不不可以 不可以 那是 还 还是不可以 为什么都这么久了 为什么不可以 就亲一下好不好 你别过来 你 你 你再过来 我用斩扎你 我就亲一下嘛 你说过的 要对我一万分尊重 真的不可以 楚慕 我后悔了 我 你 上主目 上主目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你不要胡啊 你说过的 你要尊重我 你 圣楚慕 你别再拖了 圣楚慕 你 你别再拖了 你不能说话不算说 你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抓住他 你就当他是那条 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银河的桥吧 睡觉 睡觉 我愿意 好 放开 放开 我 Zither Harp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有 你是怎么知道 陆盈盈的后腰上 有一颗红痣的 你憋着一个晚上 你就跟我说这个 你老实回答我 是陆盈盈归中密友 何欢欢的新夫侍女说的 那你又是怎么认识 人家新夫侍女的 我 我不认识啊 楚俊 楚俊给他最熟 楚俊 那 我走了 柔 陆盈盈 陆盈盈 我受不了你 咱们 都不太熟了 如果你这样